大家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于 依法半导体动力总成及安全事业部的高委 我主要负责 依法半导体这边新能源的方案的一些推广工作 大家也都看到 随着国家政策的一个促进 最近几年 新能源的发展非常迅速 最近国家又发布了2035汽车产业规划 在该规划中 明确提出2025年 新能源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 25%的市场份额 这给我们半导体带来了很多新的一些机会 比如电池管理系统 BMS主要是管理高压电池包 Onboard下节 搬载充电机主要是给高压电池包充电 然后DDC逆变器 主要是从高压电 变化到低压电给传统的 12V千充电池充电 然后窗壳身inwater逆变器 主要是主驱拉 驱动电机 给整车提供动力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VCU整车供知器 提到整车供知器 有部分同事可能会有点陌生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整车供知器就有点像整车的大脑 它控制着整车的一个运动性能 整个的一个动力一个输出 它的主要功能包括如下 然后先是一个主要最核心的 当然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分配 这部分能量分配的话 VCU会根据整车电池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电量的多少 然后还有一个驾驶员的一个动力一个需求 去决定高压电池包的这部分能量 是分配给哪些高压模块 因为刚才说的高压模块也有很多 比如说电机供知器 DEDC然后还有空调压司机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说你的那个电池 这时候SOC比较低 比如说到30%或到30% 然后如果这时候 你有 驾驶员又需要一个加速 加速的这边一个操作 就需要给电机控制器 更大的一个动力 这时候VCU可能会决定判断一下 我这时候电池能量比较低 然后我这时候空调还开着 我是不是要降低空调 输出一个功率 或者甚至我这时候关掉 先保证动力优先这样子 它会决定这些策略在里面 还有你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平滑性 然后加速的一个速度 是突然加速上去的 还是缓慢加速的 这些都是由它来决定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刹车回收制动 这个功能也非常重要 因为对于电动车来讲 续航里程一直是一个 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如果你回收制动做得好的话 那你的续航里程 肯定是有个显著增加的 这部分主要的功能就是说 当我有刹车需求的时候 我会把刹车的这部分能量 我会储存到我电池包里面 然后当我在有动力需求的时候 我会把它输出出去 我不会让刹车这部分能量 白白浪费掉 当然这也是有限制条件的 一个是你回收能力的一个大小 根据你电池包的 根据你电池包的现在的一个电量 假如说你的SOC接近是满的 然后你在这时候再有大量的一个能量回收 它可能电池包也收不了 另外一个是你回收系统的 这个能回收多少功率 这也是跟你的系统的设计有关系 另外就是一个高压安全 高压安全这边主要想讲两块 一个是高压护所 另外一个是高压接电力的控制 高压护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高压护所的一个目的主要是想保证高压电的一个安全 因为有很多的高压模块在整车系统里面 这些高压模块如果有一个模块的接插件 没有插上去或者是松动了 这个时候我的高压链路的话 整个链路就会不完整 然后就会存在有高压电的 高压电裸露在外面的一个风险 这时候是高压电是需要紧急下电 或者甚至是不允许商店的 然后高压护所主要是检测我的高压接插件 有没有接触好的这个功能 然后高压电的一个控制的话 这部分其实就通过我控制高压接电器 去确保高压电的一个上电啊 一个下电啊这种 然后我们功力电子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热管理 这部分的话主要是指一些电机控制器啊 电机控制器什么的RGBT啊 然后DDC或者OBC里面的那个猫子管啊 因为这部分都是功耗比较大 然后都可能甚至是需要水冷的 这部分我要是要根据它的一个热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决定 比如说我的有水泵啊 我水泵的一个压力啊 然后决定它的那个流速 然后它决定它的散热的一个效果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音波的恰奇 就是板载充电这一块的话 也是需要VCU来控制的 就是当你有插上充电桩 或者是插上充电枪吧 插上充电枪 你需要去完成一些握手唤醒信号 你需要插上充电枪之后 你会发出CC或者CP信号 然后去唤醒VCU 唤醒了之后 然后车和装之间会有一个通信协议 去决定通知一些信息啊 比如说我车这时候的电量是多少 我车的电压是多少 我能允许的充电电流是多少 然后装会告诉车 我这个充电桩 我最大的能提供的充电电流是多少 我的充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然后完成握手之后 它才会进行充电 然后这时候新的法规 会增加了一个充电枪锁的一个要求 这部分主要也是考虑安全 就是当你在插上充电枪之后 这时候正在充电 你要是无意的 或者是被人故意的去拔充电枪 这时候由于有高压在 也有大电流在充电 这时候很可能会引起粘连 因为会有火花 出现 所以它会有个充电枪锁 这时候是拔不掉的 正常的拔枪的话 你需要先按了拔枪之后 然后这时候它会停止充电 然后把电流给降到零 接近零 降很小 然后才愿意拔的 还有一些是它充电枪的一些指示灯 比如说你在充电过程中 你意表白那边可能会有灯指示 我这时候车正在充电 然后还有充电是否充满啊 这种充电指示灯 然后还有一些辅助驾驶 比如说整车的一些运动模式啊 山地模式啊 或者削地模式 这些都跟动力有关系 其实这都是VCU需要标定的 不同的动力输出 动力输出的一些策略 也有一些跟意表盘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SoC啊 里程啊 这些的显示 或者我回收制动的时候 我这时候的能量 电机的功力是多少 通往刚才去讲刚才VCU的一些功能 其实大家能感觉到VCU的功能 其实很多 然后也比较复杂 所以它和很多模块 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它和网关去通信 去拿一些车身啊 或者底盘的一些数据 去控制它的动力啊 这一块的 然后也有碰撞信号 碰撞的话 这部分也跟高压安全有关系 当你发生车发生碰撞的时候 你需要高压紧急端电的 所以这时候碰撞信号 也会直接连到VCU这一块 然后这边是一些动力的 比如说排档啊 然后刹车或者加速踏板啊 然后一些运动模式的一些按钮 然后充电枪 然后这是高压继电器 这边是仪表盘 去显示一些高压的一些状态的 或者甚至报警 出现高压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会报警 然后这边主要是和BMS啊 然后和电机工程器啊 这边主要是通过CAN来进行交互的 这边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说大家也现在也可能都遇到过 现在很多客户去做一些域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动力域啊 车身域啊 底盘域 然后对动力域来讲的话 现在也确实有客户去做一些新的设计 会考虑把VCU和BMS的一些功能 集成在一起 就是我们叫PDCO啊 叫Powertrain Dominic Control Unit 当然下一步的经济演化的话 有可能也会把MCU啊 OBC啊 DCC这些功能 全都到集成的一个模块里面 做成一个大域 这个是ST提供对整车控制器 还有动力域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呢 已经在很多客户那边已经量产了 也有很多Design Win的一些CAS在这边 Design Win的一些实力 然后这个套方案主要是包括两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芯片 一个是我们的新一代的U7部9788 还有一个是G PowerPC架构的58系列的单片机 我先讲一下9788 9788的话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然后再 并且又集成了很多的高低边在里面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一个芯片 这边电源管理的话 它的电源架构是那种BOOST的BUG 也有一个BOOST的BUG BOOST的话主要是考虑到能启动 电压跌落这些的需求 然后BUG的话主要是为了增加效率 把电压给降到一个6V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再通过6V 再通过内部的LEDO 去产生一个5V1A的电的能力 这个5V1A主要是给单片机 然后一些CAN 电压这些供电的来用的 然后也集成了三个Tracker 三个Tracker的话主要是给板外的一些传感器 比如说刹车 加速 压力 这些传感器去供电的 我们也有两路唤醒 这两路唤醒在VC 里面主要是给一些车钥匙唤醒 就key in 唤醒 然后还有充电枪 充电枪的唤醒 然后我们也为了给外物模块的一个通信 我们也集成了LIN KFD的这些收发器在里面 右边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一些高地边驱动的 这里面是我们总共可以集成到20路地边 加上三个高地边 然后这边所有的高地边驱动的话 都是一些制装的一些驱动 支持一些车载所需要的必要的一些诊断和保护 比如说短路到电源 短路到地 开路 我们比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为了做功能安全 我们又增加了另外一个诊断 就是叫做输入和输出逻辑的一个诊断 就是说当我MCO需要某一个驱动去打开 我会去再去做 我芯片内部还会做一下回读我这个端孔的状态 这个端这个驱动有没有被打开 如果被打开的话 那就认为我这个回路路径 控制路径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被打开 说明有故障 我也会抱错的 除了这个诊断功能还有一些保护功能 比如说一些过流 过温 这些保护 都在里面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驱动都支持PWM控制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 然后这个芯片和MCO的接口 去通过MAC MACC只有6个PIN 然后速度可以达到40MHz 比SPI的通讯速度会高很多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大大节省MCO的资源 我们估计过 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省和竞争对手的方案来比 我们可以节省大概10到20个MCO的端口 10到20个这个范围主要是原因是根据客户的需求 如果客户需要的PW端口多 那可能就真的需要20度 如果需要的少的话可能会相对少一点 另外我们这个9788基本上是一颗片子 可以实现竞争对手5到6颗片子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客户的一个BOM成本 然后BOM一个物料管控成本 以及PCB版的一个面积啊 这些 这些好处 然后定于我们的58这个单片机 我们这58单片机是有三个核 其中一个是在锁部的 也是支持功能安全SOD的 然后里面也集成了HSM HSM就是硬件加密模块 然后这部分也是现在比较热门的 因为现在车越来越智能 被外面破解的概率也越来越大 所以整车内部也会有 硬件加密模块的一个需求 OTA 然后我们58单面积也支持6兆的一个Flash 可以这样可以支持FOTA的一个功能 我们也支持整个 除了这两颗料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一些量 比如说像9966 它是一个SPI扩展收子接口 模拟和收子接口的一个芯片 因为对VCU来讲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输入啊 输出信号 因为这样的话 太占MCU资源 我们9966就很好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通过SPI扩展15路接口 这样的话只需要4个通道 然后去换15个单口出来 如果你要用2颗的话 就相当于5个通道 去换30个 30个接口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智能高边 智能高边去做一些高边驱动啊 比如说驱动一个高下接电器啊 之类的这些功能 然后我们也有H桥芯片 比如说9960啊 VH7100去做充电枪锁 然后还有9305 9305的话 这个主要是给一些混动车或者是插电的 这部分其实就叫HCU了 就是Hybrid Control Unit 其实功能都是类似的 去控制辫子箱 然后这边还有9301 9301的话主要是驱动一些阀呀 水棒啊 这些因为它是一个低边高低边在里面的 然后我们还有VNHD7008 这个主要是给parking lock 住车所来控制的 驱动一个大公里的一个直流电机 然后刚才没有提到是我们还有一个SPC57 574K2 这个功能的话 主要是这个芯片的话 是比相当于比58系列的资源 落为少了一点 主要是真的有VCU来应用的 但是从应银设计的角度来讲 574K2和58NG84 是完全可以做的聘图聘的一个设计的 这样的话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就是说客户可以做一些 对于目前来讲 客户可以先做一些VCU的设计 然后对如果有升级需求 可以直接换单片机 然后这样的话 就硬件就不需要再重新设计了 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个兼容设计 省一些事情 对于VCU的需求来讲 ST最主要是完全可以提供一整套的一个方案 从整个支持来讲 也就是不存在和别人家的芯片 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用ST的单片机 没有用ST的SBC 或者YouTube的话 那这样的话 两个匹配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们SPC58N7的一个 提供的一个开发支持的一个服务 首先我们会有很多官方的一些文档 会在我们网站可以下到 比如说一些书记手册啊 reference menu啊 然后一些应用手册应用文档 然后一些还有一些培训资料 比如说安全相关的一些文档 也都可以 然后对我们软件的package来讲 我们是支持SPCstudio啊 会做一些可以做一些配置这种代码的一些配置工具 我们还有一些library啊 还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 ken啊 lin啊 innet 以太网啊 这些 这些的实用案例在里面 然后我们支持AutoSAR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是提供Mcard的一个配置工具 但是具体的配置还是需要客户来自己去配置 或者甚至或者是找EB啊 这些第三方去配的 然后对RTC RTE和BSW这一块也是第三方来提供 然后我们可以给客户一些MSC 一个复杂驱动 因为对客户来讲MSC可能 对一个客户来讲MSC可能是有些陌生 所以我们会做了一个这些驱动 然后方便客户的一个调试 然后如果客户感兴趣的话 可以申请我们的EVB 我们有单位板可以提供给客户 让客户可以快速的去熟悉我们的环境 验证他们的软件 当然我们也支持量产的商业的一些 调试和编译工具 比如说HITEC啊 Grun Hill啊 然后UDE啊这些工具 对9788我们可以支持 我们有完整的数据手册啊 然后功能安全 特别是功能安全文档 我们这也是比较齐全的 然后我们支持FMEDA 然后Assessment Manual 然后DFA 甚至Assessment Report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客户 去拿第三方的认证 然后对前期来讲 我们可以提供给客户 单位板 然后还有一整套的一个GUI 这部分的话 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啊 就是你可以用我们的单位板 然后去前期评估 我们芯片的一些功能啊 电流能力啊 热啊这些 你都可以通我们单位板去实现 也不需要软件去编程 所以很方便 使用很方便 对于技术支持这一块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 比如说功率 对我们这核心面来讲 因为我们的那个驱动 驱动负载比较多 然后还有电源管理功能 所以大家客户 最关心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热 热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理论计算的一张表 客户如果帮他们的需求给我们 我们可以给他进行分配 然后去前期先评估一下 简单的评估一下热的风险 然后对于客户的一些硬件设计啊 我们有get line啊 layout我们也都有get line的 这一页是我们当时针对VCO 或者是动力预控制器的 做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测试 我们是根据某一个客户的一个电流需求 然后我们去做的一个电流分配 然后去做的一个实测 这边是我们978的一个每个通道 每个对应的通道 然后这边是一个电流一个需求 然后这边是我们理论计算的一个功率 然后其实对整车空气来讲 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主要对负载要求比较大的 一个就是要控制整车机电器 高压机电器的话 因为高压机电器的那个电流需求比较特别 它有瞬间电流可能需要到3.8安培 然后可以达到200毫秒 然后持续的话可能需要20kHz 然后去保持它里面的电流的一个稳定 这个其实对驱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就基于最严苛的一种情况 去做了一个测试 这是在华温85度的时候 我们芯片温度是125度 就是温升有大概有40度 我们芯片整个的一个节温是175度 相当于还有50度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冗余在这边 所以这个系统对于这来讲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的 当然具体的CAS可能是需要客户去给我们具体的一个电流 我们去做评估 这可以给客户做一个参考 OK上面我分享了一下是ST 我们在VCU这一块能做的一些 做共的一些支持啊 服务啊 然后后面这一块是主要是针对IDH来做的一些介绍 呃我们这块和VCU的话 VCU这一块的话我们和IDH去 刚才我主要是针对ST对VCU这一块 我们能做的自己能做的一些支持 然后后面这一块的话是我们和第三方合作的 去满足这整套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 为了给客户更好的一个支持 这边我会分为有硬件软件功能安全 这三个维度去讲 然后首先先讲一下硬件 这一块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IDH做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开发板 这部分主要是包括我们的一个U75 L9788 然后MCU SBC58 NG84 然后IG乔9960 然后高边芯片 VIPOWER的WIN Q7050 然后高地边 呃这个是电流阀的一个驱动9305 然后还有一些高地边的一些驱动9305 9301 嗯 这个主要能我们这个开发板能提供的一个主要资源有四个 四个五安培加六个三安培 然后四个一安培的一个高边 然后四通道的五安培 四路五安培 八路三安培 六路一安培的第一边芯片 对第一边驱动 然后支持五路看啊 然后都是可以支持看FD的 然后其中三路是支持枕团和唤醒的 然后一路一台网 然后幻影信号的话可以支持K15啊 这个S7就K15 然后充电枪的一个唤醒 比如说DCA DCA DCA 然后CP CP的唤醒 然后开唤醒 然后有三路tracker 然后17路模拟输出 输入 然后20路和硕子输入 11路PWM的输入 然后支持两个H桥 然后四路发驱动 然后我们可以给 可以给客户做哪些 做哪些呢 比如说如果客户对我们这个方案感兴趣 我们IDH可以去提供这一整套版 去给客户去做一些前期的一些硬件测试啊 然后一些软件的一些编译啊 编译也应用层的一些验证 然后等客户验证完 如果客户需要自己打版 我们可以提供以下的一些硬件文档 比如说硬件的硬件的一个block架构设计 然后原理图 而来奥特 然后各部文件 包姆利斯特 然后还有一些硬件的一些测试报告 都可以提供给客户 相当于给客户很好的一个best设计 然后有了这个设计之后 客户基于在我们这上面去快速开发 可以大大节省客户的一个开发时间 然后这块是软件方面 左边这幅图的话 其实是一个奥特萨的一个分层架构了 然后这一块主要是包括了 应用层这块 应用层这一块的话 我们IDG是不做的 因为应用层 应用层这一块主要是客户来做 也确实现在 也是客户自己想做自己的应用层 然后对于底层RTE 然后功能安全相关的M-Core Sepity Level 然后复杂驱动 这一块我IDG都可以去做 也可以去做一些集成 像刚才这边说到的M-Core M-Core这一块的话 ST这边我们是提供配置工具 可以基于ETAS的去配置工具 或者是像OS 你也是通过第三方去买的 比如说EB或者WiX去买 买完之后的话 客户也是需要去集成 把这些东西都集成到一起 然后去做一些测试 然后我们IDG可以完全支持客户 去完成这部分工作 这部分是功能安全相关的 功能安全相关的话 这边我主要是结了一部分 然后这部分主要是核心的 一个是Concept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是产品的具体设计 对于Concept这一块主要是一些主机厂来提供的 当然在现实中有些主机厂 可能也提不出来功能安全目标 我们也可以去支持支持车厂 一起去定义这一块 然后绿色这一块主要就是TOI TOI模特开发的功能来做的 当然由于现在VCO 对于很多客户来讲 都是车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很多车厂都是想自己来做 也确实会有很多车厂自己来做这一块 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和IDH去合作 去做一个KID Solution 因为对整车厂来做的话 整车厂的开发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 他可能也没有多少开发经验 所以有IDH这种很好的一个基础设计给他们 提供给他们的话 他们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个工作量 也能加速加快他们的一个开发周期 对于主机厂来讲是很欢迎这种方式的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讲这个功能安全的一块 我们会根据整车厂给的一个客户给的一个功能安全 Safety Go Safety Go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整车的一个功能安全需求了 然后分解到模块的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会分解出来一个TSR 然后再从TSR去分解出来具体的硬件和软件需求 分解完之后我们会具体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去实施集成 然后测试 后面我会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去解释一下这一块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一块都不是很熟悉 这个是我们这个DOM板里面的 这个IDH这个KID Solution里面的一个功能安全的一个架口的一个分解 OK 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我们IDH对于功能安全的软件架构 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58的面积是有三个核 然后其中一个是锁部核 然后第0个核的Calling的话 我们是主要主要是用来做一些CarmenGo安全逻辑 Beats的这些检测 然后核1的话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应用程软件 主要是针对VCU的一些应用程软件 然后核2的话 第二个核的话主要是做一些BMS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电池管理的一些SOC SOH 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具体的功能安全的分解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是 对于VCU来讲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安全目标 就是避免非预期的车辆加速 这个车厂定义也会比较高的 是SOC的一个level 因为这部分带来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预期加速 你要是突然加速的话 有可能就是追尾 那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 它的安全状态那就很明显就是要扭矩减小 你不要突然加速 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从功能安全的需求要进行分解 分解到技术上更明确化 更到技术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分解 这边就是举了一部分的例子 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必须要确证MCU是能正常工作的 一个是确保我扭矩的需求来源是正确性的 然后也要能确保我输出的扭矩是按照你的需求来的 然后根据分解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分解到具体的TSR 叫具体的基础需求 然后具体的技术需求 比如说像MCU的一个正常工作 我需要干嘛 我需要确保MCU的供电是正常的 MCU的输入时钟是正常的 MCU计算能力 执行指令的这个命令 执行指令的能力现在是正常的 然后MCU里面的Flash RAM这些是正常的 因为你之前存入的设计 或者是代码有问题 那肯定也不行 然后也要保证MCU的ADC 因为可能会用到 ADC的采样 这些功能模块去正常 这才到TSR 然后TSR要实现这些功能 要需要分解到具体的硬件和软件 这边就对应的 比如说对电源这一块 我们需要对MCU的电源功能进行监控 因为要保证它供电正常 怎么对电源功能安全监控 我们的9788就是 它那个主物服务给MCU供电的那个电源 就是在9788里面内部 它是有监控电路的 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一个监控电路 不会存在供应失效这种 检测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然后对于ADC 提供ADC的检测功能 这是MCU自己的 MCU内部的集成的一个功能 当然需要软件的一些配置去实现 然后也可以支持 也需要外部独立的一个开门狗 去保证MCU的时序正常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问答式的开门狗 这边想讲一下问答式的开门狗 问答式的开门狗跟传统的那种时间狗 和窗口狗是不一样 不一个概念 问答式开门狗和之前的时间狗 或者窗口狗是不同level的 像之前的那种时间狗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我定一个周期 我给一个0或者1 我就可以实现喂狗成功了 然后对于窗口狗的话 是我需要在某一个窗口内去喂这个狗 比如说我定一个100毫秒 我可能正在80到120毫秒 这个范围内去喂狗 比如说我闻的窗口狗的话 我定一个100毫秒 然后我只能在80 软件正在80到120毫秒 这个窗口内喂狗才是有效的 就是写0和1才会有效的 但是问答式开门狗 他是需要 我在80到120毫秒之内 我是不是写0和1 我是回16比特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比特数据还是根据你的问题 我是有16个问题 然后是随机来发问题 然后你判断出来是哪个问题之后 你才会回我正确的答案 这样才能喂狗成功 这样就能不仅仅能够监控MCU的 时钟是正常的 还是能监控MCU的指令 智行运算能力是正常的 OK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说 MCU要是针对硬件随机失效的安全检测机制 就是说因为硬件总归会有随机失效的 但对这部分随机失效我们是允许的 关键是这部分失效了之后 你要能检测出来 然后检测出来之后 你系统要能进入一个安全状态 就可以 然后下面是具体分解到软件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需要对RAM啊 Flash啊这些进行周期的检测 确保这些数据没有被参改 那个Common Go 要当然需要软件逻辑去实现了 去实现这部分功能 然后我时钟的一些检测啊这些 这些机制都要去实现 然后这边一块 这边块我标成这种颜色的话 主要目的因为这是一个MCU的一个正常工作 而MCU的正常工作 这是一个共性的一个需求 不仅仅是针对于车辆预期加速这个安全目标 可能对于车辆预期减速啊 这也是也是功用的 然后这边就是讲到了 要对确保扭矩来源的正确性 这样的话对硬件设求它就需要 对整车设计它需要两个右门踏板 两个传感器 两个传感器 然后电源要是独立的 防止供应失效 然后两个采集这个传感器的ADC 要是两个独立的模块 而且要是被监控的 这其实都和硬件软件 都细细相关的 这边我就不详细讲了 下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SC这些产品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参数 然后这个地方是先是一个CORUS6M 然后SPC58 NG84 这就是刚才讲的主要的对于 动力预控制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MCU 我们的推荐的一个MCU 这个MCU主要是有三个核 三个180M 然后Z4的核 其中有一个核是双核 然后带Locus Depth 然后我们可以最大可以提到6M的一个Flash 基本上现在的话 基本上可以一般都在两三兆之间 客户需求 这样的话可以实现一个FOTA的一个功能 就是做在线升级这种功能 然后有768K的一个Dram在里面 然后支持BALUKAN 而且都是KANFD 然后是BALULIN 两个一态网 其实它的硬件外设资源非常丰富 非常适合VCU的一个应用 OK 当然这边也刚才也讲到 它支持MPU 然后还有一些硬件加密模块 在这里面 它也有不同的封装 有144-292 根据客户的需求 我们可以去推荐 就是K2 刚才说的574K2 这个主要是有两个核 一个是164兆的 一个是80兆的核 其中一个核是双核 带Localstep的 所以也是支持SUD的一个芯片 然后它是支持三路KAN 然后五路LIN 当然这部这个主要是给一些 需求比较小的一些VCU的应用 因为它的资源比较少 性价比会高一些 这个地方就到我们的UCHIP9788 其实刚才它的大部分资源 我刚才都已经介绍过了 刚才可能没有提的是 我们这里面还集成了一个TAM 一个TAMER在里面 就是它会可以自动计时 这个地方它可以实现哪些功能呢 比如说你当你休眠之后 我可以定一段时间让你自动起来 这个功能当然对于集成了BMS的 就是预控制器的这种模块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当整车休眠之后 电池是需要周期 过一段时间是需要去检测一下电池的一个状态 电压的 因为这部分主要是做一些SOC的 SOS的估算 为啥要放这一段时间呢 因为那个电池放电之后 它那个上面的电压是不止 是不准确的 是不能体现真正的电池的电压的 因为它放电之后 它的电压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需要静这一段时间 然后这时候的话电池电压会回上来一点 然后这时候这个电压才是认为是有效的 然后再根据这个电压去做SOC的 就是电量的一些校准啊 这些算法 当然它另外的一个功能可以做定时充电 你比如说因为如果是加入的话 因为毕竟如果用慢充在家里面充电的话 毕竟夜里面拨风拨鼓嘛 夜里面10点钟之后 电费是比较便宜的嘛 可能就只有三毛钱啊这样 所以你可以设置 你就这就是夜间充电 然后你夜里面充电 等第二天早上也基本上也有10个小时 也完全够你 够你开几天了 另外我们里面为了做功能安全 我们其实里面是Bandegap啊 就是里面的基准电压 然后精震其实都是两路的 这就是防止单点失效 导致整个芯片的一个失效 而且没有诊断出来 做的一些特殊设计 然后这一页的话 主要是介绍了一下我们 这边的一个多路的高低边的一个选型啊 一个整个family在这边 我们这边多路高低边有四路的 有八路的也有两路低边六路高边的 然后八路高低边可配的 还有两路低边加六路高低边可配 然后一起12路的 然后客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我们可以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 我们可以给大家进行相信的推荐 因为它这里面 还有不同的电流大小啊这样 这是我们直流电机的一个驱动 这块的话由我们9958到一直到9960 这边的话主要是有双H桥 我们9960的话是基于 最新一代的BC9的工艺来做的 然后支持单桥和双桥的 然后在一个封装里面是拼多片设计 这样的话对客户来讲灵活性就会比较高 它可以做一个用一个双桥的一个芯片 但将来如果量产的时候 这需要一路桥的话 可以直接它贴个单桥的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点成本 然后9966 9966就刚才讲的一个是多路的一个通道扩展 然后它是支持12伏24伏兼容的15个端口 然后其中有12个是可以 12个可以做模拟三个做说字 当然做模拟的也都可以当说的口来用 它也是自带湿电流的 自带湿电流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客户的电阻 外围的电阻电容这一块 然后我们也支持休眠下的一个pulling模式 休眠下的pulling模式 这部分主要是降低整车功耗的 我可以休眠 当整车休眠之后 我可以去做一个pulling 就是你休眠之后 我可以重心的醒过来 醒过来之后 我可以去检测一下我这个开关有没有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 我就换你整个系统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睡 这个芯片我们也是支持功能安全的 也有一些sfd manual fmeda这一块 然后给客户带来的好处 主要是减少pulling面积 然后降低bomb cost 然后这边就是基于我们 vipro做的m07系列的高边芯片 然后这个是我们是family approach 有大于30个pulling 我相信大家也都比较熟的这一块 主要是不同的区别 主要是有不同的rds 不同的rds 主要是应对于不同的电流大小的 然后我们有单通道双通道四通道的 然后也是拼头拼的设计 所以客户用起来是非常灵活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做一些容易设计 这些 然后支持的功能是有电流限制功能 然后热保护 然后过压 反接 然后丢失地 这些保护 我们都是支持的 然后可以支持一些诊断 比如说开路过流 通过sense角来做 这边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产品系列了 然后大家从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有四通道的双通道的 然后单通道的 当然四通道的这种 一般是电流相对小一点 我们有单通道和双通道的电流 会比较大的一些芯片选行 然后RDS中 从140号到3号 当然客户也可以根据 给他们我们具体的需求 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具体的推荐 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七代的M07E 其实就是加强版 我们对量比较大的一些芯片 做了一些升级 升级主要改变了一个是 我们提高了那个电流反馈的一个精度 然后也可以支持更低的一个电压 然后更好的一个封装 味道更好的散热 大家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这是有 这是M07的一个型号 然后这是M07E的型号 是完全可以替代掉的 如果客户有新的项目 可以可以建议客户去替代 这边是我们单独的那个低边 单通道或是双通道低边 这也是一个family approach的一个产品系列 然后我们有十几个part number 在这一块 主要是区分也是跟那个类似的 主要是不同的RDSO 单通道双通道 也不同的封装 然后保护功能有限流 然后热保护 这部分功能 这边是具体的一个选型 刚才也说 主要是一些单通道和双通道的 然后RDSO从30毫升到300毫升 客户也可以给我们 它具体的一个电流需求 我们可以客户去推荐 最后这一块的话 是我们VRPOW M07系列的一个H小芯片 就是WIN H7100 这部分在FCO里面 做充电枪锁用的也比较多 其实跟RV9960也比较类似 这就看客户自己的选择了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